一辆逆向机车停在客运车前方 男子和客运驾驶大声理论 双方火气都很大 两人站在马路上互骂火药味十足 发生纠纷的地点就在屏东方辽中山路上 男子和太太从超商购物玩 准备骑车离开 停靠路边的客运却挡住行车动线 还差点撞上他的太太 因此爆发口角 实际回到现场 超商前方就有客运站牌 只要停超过两台以上的客运 超商出口就容易被挡住 机车骑士得钻车子间的缝隙离开 有些民众认为有些不便 因为这边毕竟公车蛮长停靠的 他们时间蛮紧的 蛮紧的 对 有时候甚至两台或三台都会停 连续停靠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你从这边进出 其实你们都会特别小心一下 公车有没有进去靠站 会知道这边都一定有大车会停 所以自己出去都会小心 这起骑士和客运驾驶在路上引发纠纷 事后骑士也到警局对司机提告恐吓 只是详细的纠纷原因和双方是否有违规的部分 警方将深入调查 民事新闻 红明生 刘宇纯 屏东报导